在他工作裡面呢 要有這個Google Spaceship 就是大家現在準備要來填的這個 這個成果報告的這個 然後還有KKTX的報名啊 等等這樣子 那有很多東西要改 以前呢 大概20次以前吧 大概都是 還是18次以前 都是那個geeper 一個一個手動去修 這裡啊 改這裡啊 改這裡 然後就要手動去改 那他改了 就是兩年多嘛 十幾次 然後後來呢 我們就想說 那不要這樣子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這個one button 那就是說 只要一鍵可以開大宗 一鍵開大宗 那這個one button他會做什麼呢 他會就是幫你開KKTX 然後幫你開就是Google Spaceship 等等 各式各樣的東西 那這邊現在做的修改 就是包含昨天前夜季 做的修改就是說 我們做了一個這個新的template KKTX的template 然後加了一些 嗯 捐款的按鈕 然後呢 還有加了一些 JavaScript 的這個碼 在這個裡面 所以他現在就是上面的這種 有關於這種時間的字 他就會自動讀 然後有關於這種連結的 他會自動去抓網址 然後拉下來 所以以後就是不用再改這個template 好 然後呢 除了這個之外呢 每一次複製完這個template 以後要去改這個票總的這個開賣時間 跟結束販售的時間 那現在也自動化了 好 那還有一些需要大家一起來幫忙的 就是都開在這個one button的issue 那這個issue裡面呢 開了幾個 那第一個包含就是說 欸 我們其實有一個每一次的活動紀錄 但是現在這個還是用手動的 就是在這個距離b.tw 這個有一個html的頁面 那這個其實很簡單 這是靜態的 只是要把資料丟上去 所以就是最好是每一次one button開完這個 大衝以後 他就會自動去更新這個活動紀錄 好 然後再來就是現在KKTX沒有辦法 就可能要用一些hack的方法啦 但是他沒辦法直接用API去撈目前報名的人的email 那如果可以做得到這件事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自動寄行前通知 和大家等一下會收到的會後問卷 請大家等一下要記得點 然後然後自動修改這個一些 比方說我們每次開完這個大衝的時候 還要去登記這個google calendar等等 那這裡就是有一些issue 請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幫忙稍微修改一下 這是一個小坑 然後現在主要是用node.js寫的